大家好,今天過了來再談我的講座 去到這一部分,主要講香港現在的政治形勢 還有人民力量讓大家知道更多的背景 成立的緣起和理念和發展等各方面的事情 我是劉家鴻,我當然不會有大舊那麼出名 所以要介紹給大家知道,我是劉翁 在人網的所謂幕後名叫劉翁 很感謝各位前輩的玉琳、大舊 或者其他人民力量的前輩 給了機會讓小弟做了主席 所以要和今日來訪問 我會和大家訪問香港政治的發展 其實如果在香港的發展 可能有興趣聽這些問題 已經對整體的背景都會相當熟悉 當然在座也有聽節目都會清楚知道一定的背景 但有其他可能在日本的朋友 對香港政治的理解 可能是回到他移民之前 甚至是回歸之前的情況 未必是你覺得很清楚 所以今次在我做港人民力量的緣起 在香港政治發展之前都講了一些背景 最重點是講香港政治發展的回歸之後 這麼久以來,十幾年,十四年已經 已經過了十四年的不同的變化 其實香港政治發展,不是經濟發展 是政治發展一路以來圍繞的話題 都是究竟會不會有普選或者正選 在《基本法》的規定 大家在《97》之前 經常都說要給香港信心 《50年不變》 一路的規定其實是 我先講兩個比較重要的職務 第一個就是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的選舉是怎樣產生的 行政長官的選舉其實在《基本法》裡規定 如果第一屆就是行政長官的選舉 即1997年的時候 就會由4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 當時董建華議員 然後第二屆的行政長官 即2002年 就會由一個8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 這個選舉委員會是怎樣產生的 細節不說 但一定不是在座各位人 我沒有分頭 大舊有 我沒有分頭 因為他是立法會議員 但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沒有機會回頭 要去到2007年的時候 在《基本法》規定的框架裡 其實是沒有說是怎樣產生的 所以一路以來在回歸之後的香港政治發展 其實對民主的爭取 一路以來其實大家都在爭取 或者在望著 甚至在等著 去到2007年2008年 特首選舉的選舉辦法 如何產生的一個期待 其實同樣地 重要的是立法會議員 同樣地的規定就是 由第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其實就是回歸之後 但是大家可能在座有些 可能十幾歲 就是剛才出生的時候 彭靖康的方案已經過了 17歲 但是也可以說一下 其實本來就是有一個過渡的方案 由95年的立法會 是符合第一屆立法會選舉 基本法的規定產生就可以過渡 然後第二屆第三屆這樣選 要再說一下 第一屆的產生方法 其實就是60席的立法會議員 有一半由功能組別產生 大家都可能不清楚 功能組別是什麼 即是有些商界有幾席 勞工界有幾席 有些醫生、律師等 基本上受到政府的控制會比較多 另外第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其實是另外的30席 其中20席就是透過地區的直選產生 然後剩下的10席就是 所謂的選舉委員會產生 而這個選舉委員會 跟產生特首的選舉委員會是一樣的 民主的成分當然完全不足夠 但是在規定裏面 第二屆的立法會選舉 其實就會是2000年 因為第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本來是1995年產生之後 可以過渡到的 但彭定康的方案被稱為三違反 所以就是要下車 大球自己都說了 其中下車 97年7月1日下車 其實是其中從政生涯以來 最記憶猶新的一幕 但是就是強行要他們的立法會 不能夠過渡 沒有直通車 然後有一個完全非法 我們認為非法 沒有民以授權的臨時立法會產生 這個立法會產生 各種都惡法 這個都不再說 2000年第一次選舉 即是回歸之後第一次選舉 已經是代表第二屆 在基本法規定裏面 第二屆的立法會產生方法 第二屆產生方法 其實功能總比三十席不變 然後直選那邊的三十席 即是三地外的三十席 直選就加到二十四席 而選舉委員會 仍然再說一次 就是不是由普選上 即是可以選特首的普選委員會 只有四百個 所以選的只有六席 然後第三屆 就是2004年那屆 就是沒有選舉委員會 然後就是三十席直選 三十席功能總比 然後就是三十席直選 三十席功能總比 然後2008年或以後 就沒有規定裏是基本法 所以所謂2007、2008 在爭取普選的時候 那個口號 香港可能大家都清楚 都喊得很響亮 就是其實 一直以來香港的政治發展 以及爭取民主 其實那個圍繞就是 究竟香港有沒有民主 而香港有沒有民主 最重要的指標 就是立法會選舉的議席 是否全部直選產生 以及特區行政長官 是否有直選產生 所以這個民主運動其實是相當 一個期待 沒有特別的運動走出來 但是其實你會一直看到 從回歸以後 民主派的得票 或者支持度 泛民主派得票 包括有民主黨 民協 或者其他獨立的議員 到了2003年 就是公民黨出現 一直以來的得票 其實一直是所謂減少的 所以現在所謂聽到的 所謂六四的黃金比率 雖然是大致上可以維持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是第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即是2000年那次立法會選舉 來看 泛民主派的支持度 或者在直選 地區直選的投票率 投票率的支持度 是差不多去到865 但是去到2008年那一屆 已經得到850 低於860 這個變化 就是顯示到其實泛民主派 所謂爭取民主的訴求 似乎未能夠得到 香港市民的完全同意 或者始終 雖然是過半 所謂是過多數的市民支持 但是並未見到一個長足的增長 頭幾年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都期待在2007、2008 會不會有雙普選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共產黨的管折之下 他怎麼會給雙普選 所以當然也有一定的爭取 但是好了 過了2004年 你應該這麼說 去到2003年 因為董建華的管治 非常之惡劣 大家記得董建華嗎 Lawrence記得誰是董建華嗎 記得 還記得嗎 因為你很小 董建華落台的時候 你真的只有11、12歲 董建華好像現在消失了 但是因為他的管治的不堪 令到他2003年出現 除了沙士 還有其他問題 有沙士 還有23條立法 又變成一個很大的反對性 有50萬人上街 那是在遙歸之後 其中一個重要的政治事件 就是在於其實泛民主派 一直以來 經常爭取普選 其實做的事沒有什麼 只是想著選 選贏了 希望等到2007、2008年 共產黨會給雙普選 但是一直民意開始 支持民主派的人 一直沒有增長 甚至可能有下降 但是就是因為董建華 一直施政的失誤 就是2003年開始 有一個很大型的示威運動 令到民主派的支持者 又大增加 到了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2003年 2007之後 那個區議會選舉 有這個 就是 就是保學黨 所謂的建制派 裡面的很多議員 都因為是零深不赤的後影 他們是落馬 民主派贏了很多 之後 好像有一個很大的勢頭 然後爭取 所謂的2007、2008的雙普選 然後去到2005年 董建華下台 然後就有一個政改方案提出 就是在說 2007、2008年的選舉 當時提出的辦法 就是 不會有 由人大 即是 大陸 即是北京 即是人大 規定了 原來2007、2008 是不會有雙普選的 因為它要循序漸準 而且規定了 這個功能組別 和這個 地區直選 的比例是不變 這個大家都聽過 只不過那時候 那個方案是 直選會價不值 然後在功能組別 會加五席 但由區議員 互選產生 而且 在1999年 所以引入了董建 委任有委任區議員 在1994年 已經取消了委任區議員 這個做法 在1999年 董建華引入了 這個完全不民主的做法 委任區議員 都有投票權 在互選裡面 是有互選的能力 這個方案是不被接受的 但即使是這樣 在2005年 那個政改方案 都差點過了 只要 只要那時候 北京或者那時候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北京肯答應 那個互選區議員 互選的五席 所謂新增的立法會議員 是 剔除委任的區議員 就很可能 那時候已經過了 最後他們都不肯讓步 所以沒有過度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特殊事件 就是在於 當時 為什麼 民主派在議會裡面 佔不到一半 但是因為《基本法》規定 逢生關於政改方案的議案 是需要三分之二 所以民主派 是沒有通過權利 但是它不超過一半 但是它超過三分之一 所以它否決了2005年的方案 否決了2005年的方案 最重要的一點 其實是令到 我不知道這是迫使 還是北京照顧政治形勢 在2007年10月29日 宣布了 公佈了 所謂北京可以接受的一個時間表 是給了一個時間表出來的 就是包括在2017年 2012、2017年之後 2017年的特首選舉 是可以一人一票產生 雖然那一人一票 是有所謂的提名委員會 當然它有很多限制 但起碼在選格上 是有人一人一票產生 然後呢 還有2020年或之後的立法會 是可以由直選產生的 這個所謂的讓步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讓步 但起碼在中共來說 給了一個時間表 其實是一個相當大的一步 證明了在2005年的時候 為何否決了這個政改方案 都令到北京有一定的讓步 因為其實它可以告訴你 我2047年才給你 甚至其實是我這輩子都不理你 都沒有事情 但我要特別舉這件事 就是原來2005年那時候 否決了政改方案 是會令到有一個這樣的讓步出來 然後去到第二次了 因為2007、2008年已經沒有了 下一輪的選舉是甚麼呢 2012年 2012年再次爭取這個所謂的政改方案 再講新的一次特首選舉 和立法會選舉的產生辦法 這兩個選舉的產生在2012年的政改方案 由2009年開始已經是咨詢 因此要講回 2009年當時的咨詢 當時的社民聯 即是王文、大舊和王鴻的社民聯 推出了一個所謂的五區公投的做法 就是五個地方直選地選區 就是各辭職 然後就是希望對這個所謂的政改方案 做一個全港性的公投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會區辭職就要進行補選 而補選呢 當他們會再參加補選呢 他們代表的議題就是 我們反對政府這個方案 政府2012年的方案 基本上是毫無寸進的 其實他們仍然是說 2012年的比例不變 仍然是立法會功能組別 是一半 然後直選一半 同樣地區議會是增加了五隻 一樣是區議會裏面互選的 這個基本上 和2005年的方案是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嚴格來說 2012年的方案 比2005年的方案是更加退步的 因為在特首選舉那裡 門檻可以參加特首選舉 是更加高的 但這個重點不細緻 不分析 重點就是在那一刻 推出了五區公投運動 就是希望 因為看到 1997年的成立 也是因為這樣 就是過去97年回歸 其實不單止 八幾年的時候 民主派 民主黨 民主黨 都在等 等到2007年 等大中央 中共給民主 然後沒有什麼實際行動 參選 參選贏了 輸了 那就輸了 然後 由於你在立法裏面 也過不了半數 所以 也不能夠反對政府的任何議案 所以 其實做不到任何的 所謂的 堵塞 或者任何反對 影響到政府的施政 所謂的爭取民主 沒有任何影響的情況之下 他們幾位議員 就提出了這個 五區公投的方案 但由於我們只有三個議員 所以 最後 公民黨 都願意參加 令到五個議員 即每個區 五個選區 直選選區都有議員 去參加這個 五區公投運動 重點是五區公投運動 我們經常說 這是第一波的民主派 我們其實已經有很多支持者 很不滿 很不滿的就是民主黨 或者民主派 那種其實在等 然後反對無效 我們經常說假裝反對 即假裝反對 反對完 反對大政府都照百萬萬想功過了 那我放棄睡覺 那種根據方法 已經是落伍 不成功 因為沒有效 所以 一種所謂直接授權 或者直接要選民參與 就是要對一個很重要的議案 有一個所謂公投的 雖然它不是實際的公投 但是透過這個補選 就會有一個變相公投的效用 但是在這件事上 最大的民主黨派 香港大家知道是民主黨 就沒有參與到這一次的 五區公投的運動 當時有很多議論 爭辯 最終沒有參與 其實對五區公投的說法 其實都有冷嘲而奉 亦都用的說法去杯葛 這個五區公投的運動 是跟政府一模一樣的 但是更加可惡的地方就是 不單止他們一日以來 在回歸之後 爭取民主的事情 其實沒什麼做過 亦做不到成效出來 而再加上他 杯葛中五區公投 都不重要 其實都很重要 去到2010年6月的時候 是通過了 因為他跟中共 或者進入中聯辦 有一個密室談判 然後談出一個 所謂新的方案出來 就是那個區議員 互選的五席 在公農組別 就不是他們自己互選 是他們互相提名 然後被全港市民去投票 所以增大了民意 但實際上這個民意 我們第一認為就是 它不是一個完全 有一個非常不完全的直選 所謂的成份 因為提名權 是完全掌握在區議員手上的 市民是無權去提名的 第二就是 普通市民也無權參選 因為只有區議會 那些議員可以參選 那五席 所以所謂增加了民主成分 這個說法也不通 但是居然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跟中共談判 正正是進入中聯辦 密室談判 然後通過了這個政外方案 因此令我們稱之為真正支持民主的市民 或者是政客人士感到極大的憤怒 亦因為這樣 我們這班覺得 應該要再進一步的 爭取民主運動的人 要對於區議會選舉 以及下屆的立法會選舉 有所謂的票債表上運動 就是希望市民不要再當民主黨 或者當時支持政改方案的民主黨和民協 當作民主派 然後我們提供一個新的選擇 這個所謂就是票債表上運動 這個運動 亦因為有了這個運動 我們提出了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 包括我自己在內成立了一新的組織 要對… 即要懲罰 特別感到非常憤怒 要懲罰這個民主黨 然後最後成立了和幾個其他組織 包括大革命運地 社民營前的成員 以前的舊組織前線 以及越法蘭 在香港的一些和台灣有相當大的聯繫 以前國民黨有聯繫的組織 就組成了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第一個目的就是 因為這個民主黨 或者最重要的民主黨派 在反對區空頭不僅僅 而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一個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因為其實我們經常說 在香港來說 所謂民主派的定義 是很狹窄的 因為民主派 你又拿不到一半的議席 在立法會 你阻擋不到香港政府的施政 同樣地 你也不能夠擋住它任何的議案 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實大家選民 很多人支持民主派的選民 都知道的 我是要他們在唯一一個議案上 站在支持民主的朋友那邊去投 而那個方案就是政改方案 而不僅僅是這個 政改方案 因為需要三分二才可以通過 民主派雖然不夠一半 但那三分之一 是有權否決它 而他們是支持政府的方案 而且是不民主的方案 所以 就令到我們覺得 他們已經不做民主派 再加上 因緣制會 我們幾個組織就成立了人民領域 而人民領域 剛才所說 就是因為民主派 這件事情 我們要去挑戰 之外 我們也覺得 過去民主黨 民協 甚至其他獨立的民主派 在香港爭取民主的做法 已經是落伍和失敗 事實證明失敗 因為爭取不到任何東西出來 亦都在對香港支持民主的人數 你見不到多了 沒有多到的 其實 你甚至看到有向下跌的傾向 所以我們除了要爭取民主黨 有這樣的行動之外 我們覺得應該要做多一些的行動 包括所謂的議會來外的抗爭 我們這個叫做第二波的民主運動 為什麼叫做第二波呢 第一波就是我們透過五區公投 希望那些選民 香港市民直接參與 表達他們對最重要的議案 香港最重要的議案 就是政改方案的意見 第二就是 我們去到第二波就是 直接參與之外 我們會有更加大規模 或者程度更加激烈的 除了在議會內 因為民主黨只做議會內 而所謂做議會外 就是我選了進去 然後投反對票 我不夠人多 那我回家看波 就是這樣 但我們就希望在議會內 我們仍然會在議會內 代表包括被打救 譬如毓民 但我們仍然會在議會內 做一些更加 所謂的 就是能夠表達到 民情不滿的一些激進的運動 這個也是人民力量 其實成立 即因緣正會成立之後 出來其中第二個很重要的理念 譬如 有守去 有守去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